被黑暗填满的宇宙中 远在三体世界之外的地球上 这是人类世界解除三体危机 进入广播纪元的第六年 因巨大精神打击而失明的诚信 从澳大利亚回来后 经过诊断 他的失明是超强度的精神打击所致 治疗方法是用他的基因进行不完全克隆 再从克隆体中的干血包培育出视网膜进行移植 这一过程需要五年左右 于是医生让他短期冬眠 这天他从短暂的冬眠中苏醒过来 眼睛又重破光明 他又可以看见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了 而这六年来 在IAA的运作下 成心的公司飞速发展 成为禁地轨道太空建筑也的巨头 此时大量的居民都已经回到原有的原住地 人们把发出广播的两艘战舰 和移民时期的抵抗运动中的战士奉为英雄 而那些三体治安军则被大批处决 而对此欢呼雀跃的人群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当初治安军报名中的落选者 人类又恢复了祥和的景象 除此之外 甚至有人开始质疑黑暗森林理论 他们认为所谓的末日毁灭不会降临 第一 逻辑的黑暗森林实验 导致187G4X1星系被摧毁 有学者认为 银河系中心的超级黑洞 完全有可能把小质量的物体加速到接近光速 这种光速物体可能在隐形大量产生 只是由于一些体积很小难以发现 第二 三体世界的黑暗森林威慑的恐惧 还有学者提出一种宇宙迫害妄想学说 认为三体世界本身也没有掌握 黑暗森林理论的确切证据 只是由于其长期所处的极端邪恶的环境 使其对宇宙社会产生了一种群体的迫害妄想 这种群体妄想类似于地球中世纪的宗教 被大多数三体人信以为真 然而他们的美梦很快被彻底破灭了 这天夜里呈现被一只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电话的另一段让他妄向星空 诚心包括大部分的人都看到了 那颗被人类仰望了三个世纪的 西外航行绚丽的毁灭景象 那是三体世界被摧毁的壮丽场景 这时人类史无前例地目睹了一个文明的死亡 三体世界在广播纪元的第三年龄十个月被摧毁 引力波宇宙广播号这么短的时间就引来的打击 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两个世纪以来 人们的潜意识中形成这样一个共识 不管情况遭到何等地步 总会有人来拯救他们 而这次的人们也在等待奇迹 在三体星系毁灭后的第三天 赤字邀请了成熙和罗奇见面 进行了一次查到对话 通过谈话 他们勾勒出三体星系毁灭的景象 灾难发生时 三体星系正处于一个稳定的横迹圆中 围绕着三颗星处的一颗恒星运行 恒星被光力击中后 表面出现了一个直径五千万米的裂孔 光力击中恒星的位置正在行星运行的黄道面上 从三体行星上看去 那个太阳的表面出现了一个亮度极浅的光斑 它像熔炉的大门 在太阳身处的强幅上通过裂孔 不久这颗太阳内的物质由裂孔喷补而出 就像是太阳上长出了一束火树 很快 火树生长着行星运行的轨道面 三体世界如同从熔炉中穿过一般 只在火树中存在了三十分钟 所有的生命被复制一具 火树紧紧拉扯着三体星球 直到最后行情探索演发了大爆炸 整个文明被打击得消失不见 有多少人逃离了 加上已经远航的线队 不到千分之一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不能确定 打击随时都会到来 但按照概率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可能长达一两个世纪 就像你们上次进行的试验那样 三体世界与太阳系的情况不同 被广播的是三体星系的作品 如果由此察觉到地球文明的存在 就要查阅近三个世纪前 双方首次通行的资料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从远距离观察 三体星系看起来比太阳系更危险 为什么 这永远不能告诉我 这两次打击 都是用光力随毁恒星 这是普遍的打击方式吗 未来的太阳系的打击 也会是这样的吗 黑暗森林打击 都有两个相同的特点 随意的 经济的 这不是正规的星际战争 只是顺手消除可能的威胁 所谓随意的 是说坐标被发布是唯一的打击一局 他们不会对目标星星近距离直接探索 只是发动打击 用微小低廉的发射物 诱发目标星星中的毁灭能量 有可能防御吗 不可能的 整个宇宙在暗处 我们在飞暗森林中 就是两只栓在树顶上的小鸟 打击可能来自任何方向 请相信我 人类绝对无法在打击中幸福 逃亡吧 先进逃亡 在这次查斗对话中 罗吉再次让人类燃起了希望 因为他问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果从宇宙的尺度远距离观察 三体世界显现出某种危险特征 那么是否存在某种安全特征 地球文明有办法向宇宙发出这样的安全声明吗 至此肯定的回答 重新燃起了人类的希望 但经历了无知傲慢 绝望后大起大落的人类 开始进行各种无理的尝试 有自发的高功率电波发射计划 要退回农耕文明的保守计划 甚至还有像纽约自来水投赌的自残式计划 以及各种疯狂的宗教复兴 然而这一切对诚心来说都是一种惩罚 他决定服药自杀 然而故事的转折也是从这里开始 就在诚心万年聚会之际 他收到了一份来自外太空的约会邀请 而约会对象就是当年被送入敌人心脏的云天明 地点根据三体人的传统设定在地球和太阳的引力平衡处 穿过时代印记博早的太空电梯 诚心登上了一艘带有三个指示灯的小艇 在三体人的严密解释下 在一个制则展开的球形显示器上 诚心看到了身处一片麦田中的云天明 没有过多的寒暄 两人有的只是对当年那些时光的唏嘘 但是他们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提起 在通过简短的回答试探了监听者的尺度之后 云天明开始用他的方式传递拯救人类的信息 这是他精心设计了三个世界的对话 他讲述的每一句话都会引起三体人的警局 因为这是早已在三体世界出版过的故事 就这样 天地相隔的两人在经历了漫长的三个世纪之后 约定总有一天要在属于他们的星线上再次重逢 时隔百年的谈话结束之后 返回地球的成心来到了做满人类精英的会议室 他们开始倾听了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三个童话